大家好,我是Terence 我很喜歡做運動,大家也知道 有機會在一個星期做6-7日運動都會有這個機會 不過我有些朋友都會問我 你經常做運動的話,會不會有時候腰酸背痛 又或是有些關節怕會有毛病做那麼多運動 同時他們又問 他們有時候會是坐辦公室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是要在街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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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的 即是他的工作來說 經常都會有腰酸背痛的情況出現 有見及此所以我就想製作一套伸展運動的介紹給大家 是一些簡單普通 而大家又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小器材小工具 就可以做到的伸展運動 還有一些按摩按壓的運動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我希望這段影片我可以盡快製作好 其實我現在已經在製作中 如果我製作過程中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自己有什麼常見腰酸背痛的情況 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一起大家聊一下 我自己打算接下來的系列 講解一些下腰背 一些大腿小腿的按壓 還有有時候肩膀的關節 可能靈活性不太好 怎樣去放鬆一下它 這些我都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嗎?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是一個小小的預告 希望大家知道我接下來 會有什麼影片去推出 對不對? 好了,今天就到這裡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